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赵妍 今天是2019年的8月18号 此前我们曾经做过十几次的李宁 关于为母亲喊冤的故事 最近又有新的情况进展了 我们知道李宁在喊冤十年以后 山东的某地,龙口地方法院总算在最高首长的关注下 抓了四个乡镇干部 七个都是乡镇干部 四个乡镇干部 三个保安 算是给了李宁半个公证文 我们知道在四个乡镇干部的后头 还有法院的院长 还有公安局的局长 还有检察院的院长 都参与了报答李宁母亲 李秀莲 导致她伤害死亡的这件事 最近李宁虽然很低调 但是北京市昌平区会员派所 为了所谓的六十年七十年大庆 希望李宁不要在七十年大庆期间 给他们所谓的进行默黑 给他们欢庆的日子进行默黑 但是我们知道 作为客观公正的审判 没有全部到来之前 李宁肯定还是要为母亲的冤屈而呼吁 在公安局局长 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 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之前 李宁不会停止她的呼喊 那么下面我们把镜头交给李宁 让李宁来说一说 这两天都发生了什么 你好李宁 大家好 所有的网友们推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宁 这两天 现在看我的状态特别憔悴 这两天基本上是没有睡觉 在昨天 应该是昨天凌晨三点钟 然后呢 我在家睡觉的时候 被三点零二分 我在家睡觉的时候 那个警察上门敲门 然后呢 当时我都没敢开门 我不知道 他们要干什么 我一看时间三点钟 我刚睡觉 因为我 因为妈妈被活活打死之后 这这么多 十年以来 我基本上晚上都是失眠的 晚上睡得都很晚 都是一两点钟 就是刚睡着 没 没多长时间 就被敲门和按门铃的声音给吵醒了 我出去一看 是警察 当时我都慌了 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在那想我这段时间干什么 干什么了 我犯了什么事了 然后警察上门了 我说我怎么的了 那就从警察走了之后 我就一晚上就没睡 就是睡不着了 然后第二天 也是一直睡不着 然后第二天早晨 我发了一条微博 我是这样说的 我说 今天凌晨 三点警察上门敲门 我说 我不知道我是被涉及巡训姿势 扰乱公共秩序 还是勾结境外势力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一刻我确实特别害怕 我害怕他们直接敲门而入 把我直接带走 我那时候 我害怕我会成为我妈妈那样子 然后把我活活的打死 然后呢 就是在他们上门之前 龙口是政府 然后也是 不辞辛苦 千里迢迢的去了四川 就是曾经 就是我的代理人 就是其中有一个代理人在四川 然后呢 他去四川 然后说是去 想要去 说很有诚意的说 要去解决问题 当这种白天 有诚意解决问题 晚上三点钟上门敲门 这种就是惊吓程度 我真的是 有点承受不住 我不知道我到底 就是怎么了 然后犯了什么事了 就是 就是 没有说你 就是你无论是怎样 我如果说犯了法了 你可以半夜 然后把我抓走 但是我没有犯法 然后你半夜上门来干什么 我就感觉他们是在那儿把我往死路上去逼 我妈妈被活活打死 然后现在已经十年了 她还躺在冰关里面 就是这十年以来 我每一天做梦的时候 我都会梦到我的妈妈 我想到她浑身变体鳞伤 想到她死的 就是被打的整个画面 我就 本来就 就 难以 难以睡着 然后现在 北京警方又要顾忌重施 我妈妈被活活打死之前 是从北京派出所 然后呢 签手续交给 非法 移交给龙口的 然后在我妈妈死之前 我和我父亲还到北京派出所去报案 我说我妈妈在你们派出所被抓走了 然后呢 她当时掉了手续 掉了当时的七鸿涛 曲庆国 然后她还亲自打了电话 当时北京派出所还跟我说 她说人在龙口 在东来街道 人没事 你们等着回去过中秋就行 这是北京派出所亲自跟我说的 在十年后的今天 派出所又 北京派出所竟然三点钟来我家敲门 我想到这一点 我就想到十年前 我妈妈就是被龙口市被北京派出所交给龙口 然后让龙口活活打死的 而且这条路我还一直在为我妈妈伸张正义 然后在那追究追究追想 被把我妈妈活活打死的王海涛 然后休先豪 周学军 那个陈改素 还有张日辉 还有高成盈 这些犯罪分子仍然逍遥法外 把人都打死了 案卷里面都涉及 而且我一直在呐喊 一直在揭露真相 在说 在呐喊 向全世界 向所有的人 在公布真相 北京警方不去追究犯罪分子 反而去来半夜 来恐吓 威吓我 我不知道他们是要以此 就是要怎么要把我 真的是要把我逼死吗 我就是这个警察上门 本来十年 我已经对警察胆战心惊了 我看到警察 我心里是害怕的 尽管这十年 一直在跟公检法做斗争 跟公检法打交道 就是一直把我抓进去 放出来抓进去 挤进挤出了 我其实心里 就是像我这样的话 已经有心理 就是说 已经承受了这样的压力了 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了 按理说 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应该非常 就是说已经习惯了 甚至是说 可以说 用大家所说的 已经麻木了 但是我没有 我还是 我还是一个人 这一次确实是 已经超乎了我 我的底线 半夜三点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我怎么能够把我 就是说半夜三点 能上我家敲门 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家中坐着 没想着我能从天上降下来 太就是 就是你根本就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呢 后来你跟派所联系了吗 第二天 对第二天 呃就是凌晨三点之后第二天 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我害怕他们还会继续上门 我就给发了条微博 然后我就说我今天 我是这样说的 我说警察同志你们好 我今天不在家 不敢在家待着了 请你们今天不要再上门了 我说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彻夜不眠 我也没想明白 我到底就是 你们大半夜三点钟 为什么要敲我家门 然后呢 我我就发了条微博 我告诉他我不在家 结果昨 就是结果那一天 警察还是三番五次到我家来 我当时我就想着这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能说一直是 就是等着他来抓 我心里我就 我也没犯什么事 我也不是犯罪分子 我心里确实是没有谱 我就鼓起勇气 然后我当时心里一直都是特别紧张 特别害怕 根本就无法入眠 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 然后我就穿上长袖衣服 长裤子 因为我真的是准备随时被带走的 因为到开手所 到了监狱的话 那里面条件是非常差的 我就 所有的都穿戴整齐了 就是带着厚的衣服 我就等着他上门来把我带走 然后呢 我就主动的积极的投案自首 我就想着问 Parasol 我到底怎么了 你们要半夜上门 如果半夜上门 肯定是重大的协议人 重大的犯罪分子 他们才上门 所以我为了配合他 我给北京 昌平 过影人派出所 打电话 电话号码是 010-817-1600 当时接电话的 值班警察 说 我说 我是李宁 然后你们 昨天半夜 给我打电话 我是过来 我不知道什么 什么事情 昨天半夜 上我家敲门 他说 这个事情 他不知道 他说 你犯了什么事 你不知道吗 你心里没个数吗 我说我真没数 我真不知道 然后他说 他帮我问问 问问领导 后来我一直打电话 我说 你把你领导 或者是来的人 电话告诉我 我给他打电话 我看看 我到底犯了什么事 要不然我心里 都不踏实 后来 他说 不方便给 然后说 等 等再 让他给我回过来 我说 马上都 11-12点了 我说 我还 我担心你们晚上三点钟 还要上门 所以我先打电话 我说 尽早的 要把我带走 也赶紧带走 就是 我这些 我就 不踏实 然后呢 我 北京商品牌所 后来 这个 负责 这个 这个案子负责 负责的领导 给我打来电话 呃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 我 整个通话的过程 是这样子 我真的是 当时不知道 我到底发了什么事 呃 我说 我说 那个 呃 他直接问我说 你在哪 你住哪 他问我 你方便说吗 他说 跟你说一下 就是 就是你在微博上 发了一些不当的言论 我当时一听 不当的言论 我就反问警察 我说 哪些不当了 你说我哪个不当 警察就反问我 警察被我问完了之后 就答不上来 他说 不是 就是那个 呃 我这个还具体不太清楚 我 你不清楚 我就要跟警察解释清楚啊 我耐心的跟警察说 我说这样 呃 这样你不清楚 我跟你说一下 我最近发的微博 你看看哪个不当 我说 这十年 唯一只是在发生的 我第一 我 我就问他 我说 第一 我跟你说了之后 我发了这些东西 你能给我解决吗 我妈妈被打死了 这个 这个 这个你认为我发的是 当还是不当 我说 我作为他的女儿 我来替他发声 来揭露真相 来控诉 你看哪一点是不当了 他说 我发微博是不当了 有发 发了不当言论 我说 我不明白 我说 我妈妈被打死了 龙口法院的院长 然后叫王海涛的 把人杀了之后 现在还逍遥法外 然后 我就发了这个微博 警察听完之后 就是还问了一句 他说 他现在还是院长吗 然后我跟警察说 我说 你能 你能帮我解决吗 我说 我发的这些信息 我说 我发的这个 王海涛这个信息 是得当 还是不当 我跟昌平警方 我跟昌平这边 打交道 打了总共十年了 相对来说 一直是平安无事的 现在你们却三更半夜的来骚扰我 我说我的案子还没有解决完 约安也还没有申完 你们要以 我发微博不当言论的罪名 把我抓进去 给我扣帽子吗 我告诉他 这样的不当言论 你们也不止一次 然后来找我了 犯罪分子没抓进去之前 你们就说 我发的这些言论是不当的 现在犯罪分子被抓进去了 我就不明白 我就问他 我就不明白 我发的哪个信息是不当的 我说警察同志 我也想你们能帮我去抓犯罪分子 我是受害人的女儿 我妈妈六十大庆的时候 被北京派尔所非法移交给了龙口 然后被活活打死了 然后整整一个月 我和我爸爸到北京派尔所来报案 然后你们亲口跟我说 人没事 等着回去过中秋就行 这是北京派尔所亲口说的 十年过去了 今年是七十大庆 你来警告威胁我 警察同志 你真的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我说我不知道违反了哪条法律 我发的这个言论是当还是不当 我说这些犯罪分子应该被追究的 我哪一条不当了 因为我发了哪一条 我就把我的微博拿出来 然后呢一条条指给他 我说你如果给我扣这样的帽子 我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 十年了我妈妈被打呼呼呼打死十年 没有人给我解决问题 全都是你们权力部门给我打压迫害 我说那些人 现在那些那些犯罪的人 部分的人已经被审判了 而且你们这些年对我的迫害 对我的打压 你们到现在至今都没给我道过歉 我说这个案子刚刚抓了人 判了刑 龙口政府昨天还千里迢迢去四川 说想着去解决问题 你们半夜三点上我家来敲门 来警告我说我发微博不当 大半夜的凌晨三点钟啊 就是我告诉他 我自认为这十年没给北京派了所 给北京添过任何麻烦 我们都是和平相处的 我说我就为了要一个真相 要一个说法 我不惜自己的生命代价 然后去给我妈妈讨一个说法 然后呢你们大晚上 你们就要给我扣这样的罪名 我认为非常是不当的 而且 另一个我跟他说 我说无论我发微博 当还是不当 你们没必要凌晨三点钟 大晚上的来吓唬我吧 三点钟警察上门干什么呀 正常的时间点是不能上门的吗 而且你们是有我的电话的 为什么上门之前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还给你打电话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我还想问一下什么情况 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李宁犯了什么法 有什么违法行为 如果说不是因为我为妈妈申冤的事情 我犯了法 你可以就是来抓我 我妈妈已经被打死十年了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 龙口威胁我 然后说在北京发生个意外 很正常的时候 你们北京在哪里 你们认为这个当还是不当 我说你们昌平区政府亲自参与到 就是这个案子里面 山东龙口亲自委托授权给昌平政府来谈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们认为这个当还是不当 你们那时候怎么不说不当啊 我说这些信息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说过 我想你们见到我李宁 你们说你们 你说李宁你有什么需要 我们川平这边就是肯定会帮助你的 这结果呢 你们就是大碗上三点 然后来骚扰我 来威胁我妈 现在我一直是追究的是我妈妈的案子 在案卷里面的那些犯罪分子 王海涛亲自提供了电颈棍 这样的案子 我想你们一清二楚 尤其在我 我在你们社区这么敏感 这么重大的案子 你们肯定关注 这样的犯罪分子 你们还逍遥法外 你们不去抓他 你们三更半夜来骚扰我 你把我抓进去 我问他 你把我抓进去 我能不能出来 我进去了 能不能像我妈妈一样 只要我出来了 那我是不是还会继续控告 昨天 就是昨天夜里三点把我吓得 就是真的是胆战心惊 如果真的跟王海涛那样犯了罪 牢房是向他敞开的 我是什么都没干呢 你非得把我弄进去 如果我进阶狱 王海涛也能进监狱的话 我心甘情愿 警察呢 也明确了自己的观点 告诉我说 首先跟你讲明一点 找你呢 不是为了把你抓起来 他问我 你知道吧 是想跟你了解一下 你的诉求 他说第二呢 也是告诉你 维权可以 没人阻拦你维权 只要你依法 依理的维权 没关系 支持你维权 可以通过信访渠道 或者是司法途径都可以 但是这个权力和义务是统一的 这个维权不能违法 我跟他说 我说我走了十年 找的就是司法程序 都十年了 喊了十年了 问题到现在是没有解决 我是走的是司法程序 我质问警察 我违法了吗 我打了十年官司 我的所有的微博 你看我的微博的哪一条 是不当的 你指出来 到底哪一块 是我那天发了一个 是王海涛 就是我让他投案自首 这是一条 第二条是 就是我认为龙口应该 这十年我为龙口 是政府付出了很多 我认为他应该 给我发工资上社保 因为我一直在 兢兢业业的 把这么多犯罪分子 都让他绳之于法了 然后努力的做 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第二 这是我第二个建议 第三个呢 我认为 就是就是 第三个是我发了一条 是我从那条 是给我屏蔽了 从22岁走到32岁 我妈妈离开我十年 他们仍然在制造假案 这一条 我说你们也是公安 公安的 我说我们龙口公安 能够把杀人现场 然后呢 十年之后 重新装修完了之后 再伪造一个案发现场 我说你见过这样的吗 我说我现在呢 就是来揭露这个事实 你说我这个不当 我说你告诉我哪个不当 我认为我说的每一条 都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 警察来来问我说 你发过什么消息 如果说在网上发声可以 他说如果说引起网民 大量的聚集 扰乱了社会秩序 那时候你必然要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他这样来警告我 我当时我就问警察 我说网民关注我家的冤案 怎么了 是不能关注吗 我发声就是引起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关注 引起老百姓的关注 让更多的人知道 事实的真相 让犯罪分子得到法律的制裁 如果这也是最好 那么我认 我承担这种罪行 我妈妈被活活打死了 你们还说我发的这些 而且是有事实 有根据的这些事情 还怕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所发的所有的声音 都是要告诉犯罪分子 王海涛 修仙豪 这些犯罪分子 只要他们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没有进监狱的话 我会一直的发声的 如果我发声的权利 都被拿走的话 还让他们逍遥法外 他们逍遥法 他们逍遥法外 你们不去管 你们来管我 我要求把他们 绳之与法还事实真相 引起大家的同情 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个就是犯法吗 我来问他 其实我真的 我感觉我除了在网上 自话自说 希望能够得到 善良的人的关注 真的是没有别的路 可以走了 有铁一般的证据 能够证明杀人 凶手王海涛 亲自指挥 殴打我母亲李树莲 真的他现在还逍遥法外呢 没有人去追究他的责任 反而来追究我的责任 我真的是 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警察跟我又说 他说你维权 你通过司法途径 通过信访途径都可以 但是你说六十大庆的时候 把你妈妈打死了 七十大庆的时候 什么命一条随时来取 你是你都没有依据的 我说警察同志 我说六十大庆 把我妈妈打死 是从北京打死了 这都是有事实有依据的 你们北京警方处理了吗 然后呢 你现在就是把这样的罪名 直接扣在我头上 我认为是非常不当的 而且这些罪名 是给我扒杆子都打不着的 而且我当时告诉他 我说如果说你给我定罪 我认为最适合的罪名 就是孝女罪 没有其他的罪名 再适合我了 然后呢 我认为昨天晚上 你们三点钟 三更半夜来我们家 来敲门 然后呢 今天我又看到你们 三番五次来敲门 然后呢 你们这种来恐吓我的 这种手段 就是我认为是非常不当的 我告诉他 我还会继续的发声 如果我真的发微博不当了 我犯了法了 你们直接拿手铐来 把我直接带走 警察当时直接就解释 说昨天晚上凌晨说 半夜三点来找我 他说怕我做出一些 其他违法行为 他说你不能认定 昌平公安就是要抓你 找乙潭也是告诉你 别的 别有什么违法的事 我就质问警察 我说我怎么违法了 犯罪分子违法你们不管 我这啥都没干 也没有违法 你们半夜三更的 怕我违法来我们家 我说警察赶紧补充说 如果说你现在违法了 就不是找乙潭了 怕的是将来你违法 在就怕的是说将来我违法 说在违法过程里面 我违法 所以呢 要半夜来找我谈 他说没有其他的 就是我现在没有 其他的违法行为 我就问警察 我说龙口警 我说龙口警 警告我在北京 发生个意外很正常的时候 你不去找威胁我的人 你现在来找受害者 我只 而且我在微博上 就是也发了 我说我 我现在不想死 我说求求龙口政府 然后给我一条生路 结果你们就 就找上门了 然后呢 警察 警察呢 在沟通这个过程里面 警察再三告诉我 他说 你认为案子还没完 还有人需要处理 你可以通过相关的途径 在网上发声 也是作为公民 应该有的权利 不是说 不让你在网上发声 只是在维权过程中 别发生过激违法的行为 你明白吗 我明确的告诉他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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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是 无助的 在网上陈述事实 就是 却遭到三更半夜 然后三番五次的骚扰 这真的是赤裸裸的威胁呀 我明确告诉警察 如果说 要把我抓走 戴手铐 直接把我带走 如果说 我没有犯法 来找我谈 我认为是 真没有那个必要 这么多年了 十年了 我都是 依法依规 严格要求自己 没必要让你们 获颖派出所费金 我这是 十年 真的是 胆战心惊 就是不敢 不敢有任何违法事情 这都找上门 我要是违法一点 他们早就把我 逮进去了 同时我也告诉 就是警察 他再三的跟我说 他说如果有冤屈 可以走信访 可以走司法程序 他说你得 你说的话 得为自己负责 我也告诉警察 我说 我对我说的 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负责 我是成年人了 我现在 在这条路上 我走了十年 打了十年的官司 我说 我让七个犯罪分子 然后被绳之于法了 我说 你们认为我违法了 你们用口袋 口袋罪来抓我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束手无策 如果你们依法 你们应该去抓犯罪分子 而不是来威胁 恐吓我 受害人 受害者 而且我再三警告 向警察来声明 不要三更半夜的 来找我谈 来敲我的门 我都睡了 而且你们是来了 两个男警察呀 我都睡着了 你怕我违法 是上哪去违法去 我说你们来警察 要干嘛 要干什么 我说你们这样干 是太不得体了 太不得当了 如果我犯罪了 你们真的可以随时拿手铐 我一直在强调 我说你们 我如果犯罪了 你们拿手铐 直接把我带走 半夜抓走也行 我是犯罪分子吗 我不是 我是受害者呀 我不需要三更半夜 警察上门来找我谈 我说我没有违法 不需要你们给我做思想工作 犯罪分子还逍遥法外 你怎么不去敲犯罪分子的门呢 警察就告诉我说 他说把这个情况会跟领导去反映 说晚上尽量不要敲我家的门 我说最后呢 我就在通话最后 我就问警察 我说今天晚上三点 你们还会再来吗 他说今天晚上他执办 他不会过来了 我说你要过来 这个警察姓啥呢 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 我说你要过来的话 我说你要过来的话 你要给我打电话 他就说之前没有我的联系方式 即使没有我的联系方式 你也不至于三点钟来我家了 来吧 我真的是感觉 不是三点钟 人家都睡着了 你都在那睡觉 你敲什么门 你要干什么 你就是来给我要 告诉我说别犯法吗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了 是警察都是这样办案的吗 这是符合法律程序的吗 这是 我无法理解 对于警察的解释 我真的是无语了 我再次告诉警察 我说政府 龙口政府那儿有我的联系方式 我说昌平区政府呢 也有我的联系方式 我说你们受山东委托的时候 找我谈的时候 你们都能打电话联系到我 然后呢 你们现在就以这样的理由 说半夜敲门 的半夜敲门 敲门骚扰我的理由 竟然是找不着我的联系方式 我说这样才三点钟上门 要我的联系方式 我说你们正常大白天的来上门 不行吗 难不成我会逃跑啊 我说今天 就是在今天星期天的时候 今天上午又有警察过来了 而且他当时跟我说 他说来之前会给我打电话 今天上午来的时候 又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没招了 我现在就是 一听到敲门声 我真的是毛骨悚然 我真的是害怕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 我就想 想到了敲门声音 想到了警察 我真的是 我感觉我都快疯了 我没有这样的 我认为他们这种行为 他们这种手段 就是要打垮你 要从各种途径 要击垮你的心理 这种行为太可耻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你没有 你不可以这样子来骚扰我 我是正常的人 我妈妈被 很多人都说我希望我能够回归到正常生活 正常人被三天半夜的警察敲门 不被吓死吗 我能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吗 我真的是 我多么想 就是昌平警察 北京警察 龙口警察 龙口是政府 我真的想回到正常人的生活 你们 我都是被你们贴标签的 你们半夜三点告诉我说来跟我做思想工作 不要让我违法 说没有我的联系方式 要三点钟上门敲门 这个是多么滑稽啊 这是真的是破世界吉尼斯记录了 我也真的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 然后来伸冤 来为我妈妈讨一个说法 要一个公道 而且呢 我在此也警告 也告诉 也声明 然后呢 告诉我北京警方 如果说我真的犯法了 你们拿手铐 直接把我带走 不要这样子三番五次的 然后你给我劝我 不要违法违由 来上门来骚扰我 我犯法了 你法律有制裁我 我没犯法之前 你不要随意的来骚扰我 我真的是 我现在整个头都是特别疼的 因为我一闭上眼睛 我就真的是没办法睡觉 我这两天真的是已经被 就是被彻底吓着了 那你没向这个北京市公安局 纪检部门投诉吗 我现在投诉我妈妈这个案子 我现在就一直是 没有 我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向纪检部门去投诉 而且我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投诉会不会 他说让我通过信访的途径 我只要上访了 他又以上访来抓我 我走司法途径 司法途径那条路也十年了 我可一直走的司法途径 这所有的途径我都走了 这个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的 就是没有一条路可以解决问题 我就在网上 我自说自话 然后呢 这也不行 说就是引起大家的关注也不行 那你说大家不 我就是想把真相传达给大家 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这也不行 那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我妈妈躺在冰棺里啊 这十年了 如果说是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警察的母亲 他们的母亲是这样子的话 我请教他们 他们应该怎么做 他们能就是他们告诉我 就是你们能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就是我妈妈被打死了 我至今讨不着说话 说说法 你们却要让我保持态度姿势正确 是我应该感谢他们杀了我母亲吗 真的是我已经彻底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现在真的是都感觉有后 就是有这种敲门恐惧症 见到警察恐惧症的 我真的 我都感觉我要窒息了 我能听到吗 喂您好 喂您好 对那个治安队的哪位领导在 什么 就是您是霍营派所治安队的哪位领导在 治安队的哪位领导在 对你派所不有一个治安队吧 您是哪位啊 我是一个记者 有一个事我想那个跟领导 要核实一下 您是记者 对 你要核实什么事啊 就你们那个霍营派所馆内有一个访民叫李宁的 他跟我们讲这个半夜三点治安队的这个有警察到家门口 他给我看了那张照片 戴个眼镜穿一身警服 我们想知道那个李莹 他在你们管内那个有什么违法的事 还是这个有什么不当的事 用他的话讲是这样 但是我 我们听 所以说您如果需要采访的话 你先跟我们这个分局的外宣部门联系好吗 外宣部门电话多少号 好吗 外宣部门电话多少号 您是哪个报社的记者还是哪个电话 我是那个海外那个独立记者调查协会的负责人物 清照 你在海外哪个哪个 我在华盛顿 你在华盛顿啊 对 您问什么情况 问李宁他什么情况 对啊 就是你们有警察半夜三点钟去敲他门 那那个 我们想三点肯定有重大情况 他是有什么 你在北京吗 啊 你在他在北京吗 我在华盛顿 你看我电话号码 是华盛顿的电话号码 嗯 我不在 你都没在现场 你怎么问这个情况 因为李宁跟我们反映啊 他他那个家里有华侨啊 而且你电话这么笨 我也没办法关注您的情况 我也不清楚你具体什么身份 我是个记者吧 就就我不是记者 我是公民 我也有权力监督啊 我说就是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也有权力监督政府这个不当的行为吗 您有权力知道这个事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部门通告这个事 您只包括我 我的没法告知您 因为现在还没有说 具体的情况 另外我刚才跟您说 如果您需要采访 在您的证件 来我们的外宣部门 好吧 电话不能采访吗 电话不能 那好谢谢您 那我就只好打110再让他们转了 谢谢 这些警察就是找各种借口 玩了这个不说自己的行为不当 那个玩了连电话也是保密的 你听到了吗李宁 对 我感觉我在家里待我都会窒息 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我真的是 就是真的是 素手无策 我可以感觉我用四个词 可以形容 四个字就是在家就是说几个字 那个 就是在家在家等死 就是说在家坐着 就就是等着他们来抓我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该怎么办了 我也希望说 这种情况呢 就是按照他们的规矩呢 如果警察无视 故意上门骚扰的话 你可以打这个 32815是21385的 我也记不大准 公安部有一个监督电话 你也可以打这个北京市110 转叹的督察处 因为这个属于这个警察轻度的违规 督察处应该管 你要不要现在给督察处打个电话 投诉一下呢 我现在 对你就打110直接让他转 转督察处 我们听一听督察处对这种行为怎么解释 因为整个这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他们应该表现出 向现代文明的政府学习 应该是这样 哇 你现在这个skype被停住了 我们现在听不到李宁的声音了 重新呼一下啊 李宁 我们重新呼一下李宁 看看怎么样 完了 对 刚才被断掉 他们动作很快 我是关心一个吉林郭宏伟的案子 我现在手机上不了微信 一上微信他就说 你的手机号被监控 被举报 不能那个加微信 过几天这个skype恐怕也够呛 我现在也是担心 然后呢 他们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对啊 你直接告诉 督察处嘛 你给他督察处打电话 或公安部也有督察局 也可以向他们举报 就是他不抓犯罪分子 专门骚扰这个举报犯罪分子的人 和这个被被这个迫害者 这也是很很荒唐一件事 你要现在打110 叫他给你转读查处吗 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 因为现在11点半了 在北京时间11点半 他是要周夜24小时值班的 督察处 是吗 对 全世界的 因为我之前 文明的国家警察局 都有自己的督察部门 他要24小时值班 警察也可能犯法 也可能犯罪 他们要出现场 我之前 我在这个事情发生 就是这种情况 我已经遇到无数次了 我打哪个电话的 哪个部门的电话 都是不好使的 所以我现在 对 这种情况 你通过法律的途径 试一试吧 试一试 你就当这个 我试试 当他们那个 对 你要用放在扩音状态 我试试 你是用另外一个手机吗 对 我用的 您好 您的电话 12486 您好 您好 我想找 您能帮我转一下督察处吗 您是要投诉吗 对 我要投诉 投诉哪个部门 投诉北京昌平 霍云派出所 治安分队 行 那您电话 给您转到110投诉台 您跟哪边说 好好好 对 你看还是有作用的嘛 至少有人接电话 你可以跟他说一说 您好 您的电话已转入 北京社公安局110投诉台 排队系列 请耐心等待 李宁的这些行为 都是大陆法律所允许的 您好 您的电话已转入 北京社公安局110投诉台 排队系列 请耐心等待 您好 您的电话已转入 北京社公安局110投诉台 排队系列 请耐心等待 没有人接电话 没有人接电话 还会有人接 没有人接不就出笑话了 晚上可能值班人少 您好 您的电话已转入 北京社公安局110投诉台 排队系列 请耐心等待 对 就耐心等待 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 百分之八人少 肯定忙不过来嘛 我们就暂时亮点一下 哇 又断了 再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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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现在这个 好 来 它接通了吗 自动断了 哇 那这蛮成问题了 那你再试一下国安部 国安部有一个监督电话 我给你看一下 读查局 23815好像是 我看一下 那天我们打过一次 好玩极了 一会 中文安部 中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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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9 叫12389 12389试一试 看看公安部晚上有没有人值班 这都是中国政府 在管理 习平讲叫 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理体系现代化当中 存在的诸多问题 你哪有一个北京市公安局 督察电话 完了让人家等了七八回 七八回没人接 你这不就是管理上的漏洞吗 治理体系上的漏洞 咱们再看看公安部 那天的公安部 就很好玩 给他打进去了 他这样找 找被举报的单位 这现在是非工作时间 非工作时间 对对 12389是非工作时间 现在已经是将近快12点了 12389 那好 那我们明天再打 那今天关于这个 李宁被北京市公安局 获营治安队警察 半夜三点骚扰的这个节目呢 我们先进行到这里 明天有什么进展 我们再及时跟大家做报道和汇报 好 谢谢李宁 谢谢李宁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现在也心惊胆战 我担心今天晚上三点 还或者一会儿警察再次敲门 行 我现在真的 随时随地让他敲 完了你把电话告诉我 我跟他们沟通一下 问了 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在七十年大庆夫去抓犯罪分子 却骚扰李宁 我们也问问他 好的 感谢 感谢您的关注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李宁 关注李苏联案 还有很多的犯罪分子 依旧逍遥法外 希望共同来关注这个案子 一个公民 一个老百姓被非法拘禁致死 到现在犯罪分子仍然逍遥法外的一个案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李宁 再见